有兩條equation of straight line L1和L2分別就是x加p1等於q 以及hx加k1等於1 下面三句是哪句適合 做這些題目的時候我們主要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我們把那些equation 找完他們的x intercept y intercept和slope 這裡你會看到第一條線L1 x加py等於q 我們代用y等於0找到x intercept是q 你看到這個位置是正數 然後y intercept就是q over p 就是-3 而這一句我們可以看到p和q之間的關係 而我們看看這條線的slope就是-1 over p 你看到因為它斜去右上角 所以-1 over p 這個slope是正數 也就是說p其實是負數 我們知道q是正數 p就是負數 然後第二條線L2 hx加ky hx加ky等於1 hx加ky等於1 我們就知道了 用回intercept form 我們就把這個 equation 轉換 變成 x over 1 over h h加y 1 over k 等於1 那還有什麼好處呢 你就會直接知道x intercept就是1 over h y intercept就是1 over k 我們就會看到1 over h是正數 而另一個方便是負數 而另一方面1 over k 你會發現 是負數來的 因為在橫軸以下 所以k就是負數 我們就知道了p、q、h和k的正負值 然後我們就比較這兩條線的slope 因為L1的slope 比L2的slope大 所以負1 over p 就會大於負h over k 也會大於0 而我們比較這兩條線的x intercept 我們就知道 q就會大於1 over h 大於0 跟著比較 y intercept 我們就知道 這個 1 over k 是會大於負3 但是兩個都是負數 跟著我們就逐句看 我們就知道 第一句 我們看回x intercept q是大於1 over h 是大於0 我們就知道 1 over h是正數 所以h是大於0 因此Statement 1 是對的 然後我們就看第二句 我們比較兩條線的slope 因為L1的slope是斜於L2 大家都是向著右上方 所以負1 over p 是大於負h over k 也是正數 所以我們就拿著這個不等式去做 首先 我們就兩邊乘負k 就會出到什麼呢 就變成k over p 就大於h 因為k是負數 所以兩邊乘負k 就是正數 因此不等式保持不變 然後兩邊乘負k k就會小於ph 因為p是負數 所以兩邊乘負k的 墊順不等式方向就相反 所以k就小於ph 第二句是對的 到第三句 我們知道 q over p 小於1 over k 小於0 而我們就知道 q over p 等於負3 所以我們就知道 1 over k 加3 就是正數 然後我們就通負母了 1加3k over k 是正數 和3p加q 是等於0 我們就特別留意一下 我們想弄走這個負母k 就兩邊乘負k 不等式戰略就要反轉 因為k是負數 所以1加3k 就小於0乘負k 即是0 既然1加3k是負數 而3p加q是等於0 所以1加3k 就小於3p加q 因此 Statement3 也是對的 第二個方法就是用MC技巧 就是我們直接 作數字 在xy intercept 然後計算pq hk 例如 我現在作L2 y intercept 負2 這條數字是0.8才算 為何你不可以作個負2 如果你作個負2的話 變成這條線的slope是1 那這裡你會發覺斜過 那你就不可以作一個 的數字 是 slope一切都是1 你要找到那個數字 砌出來L1的slope 是大於1才行 那這裡你要細心選 那這裡就簡單選兩個數字 負0.8 和正1 即是你選的數字 你要在graph paper 畫出來和合理才行 OK 好了 我們選了這些數字 直接用這些資料 找回L1和L2的equation L1的equation 我們就當了x intercept是1 y intercept是-3 所以我intercepts form 就是x over 1加y除-3 就是等於1 留意我的做法 因為我要強硬砌 題目這個樣子 x加py等於q 所以我就強硬把y除-3 變成 乘乎1 over 3 OK嗎 所以 p就是負3分1 q就是正1 另外 equation L2 我用了 intercepts form 就是x除0.8 加y除-2 等於1 因為我強硬砌 h除 x加py等於1 我強硬 1除0.8 變成1.25 就放上來 旁邊 1.25x再加 加號 1除-2 就是-0.5 所以就變成1.25x 加-0.5y 就是1 我們就知道 h就是1.25 k就是-0.5 然後我們就可以 逐句句子去試 第一 h是1.25 大於0 所以1是正確的 第二 k1就是-0.5 p乘h就是-3分1乘1.25 大約-0.4 大於-0.5 所以第二句 也對 第三句 1加3k就是1加3乘0.5 就是-0.5 q加3p就是1加3乘1 就是0 0大於-0.5 所以第三句也對 如果我代數字的方法去處理 重點就是你要 要整理的 和題目的格式一樣 然後再去比較 兩個方法都可以 當然 Mathford2這個MC技巧 因為你作了數字給它計算 難度相對就會低一點